郭文貴先生 說在我楊金榮的任內 一定不會外匯管制可以嗎 在我任內 不會 這樣就對了 請坐 你親密說出題 大家聽不懂 但是 你的新聞稿我仔細讀了昨天 你十大三明我讀了 你說因為 外匯管理及穩定措施 就可以應付 你講這句話 那外匯管理 是什麼 外匯管理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要密切注意他進出的情況 第二個 他必須要大額呢 我們要 要通報給我們 好 那個大額通報給你 要不要 要不要類似 比如說請他喝咖啡 為什麼他要出去 要不要問一下 那個 我們看看他 有沒有可能 請他喝咖啡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他出去的 或進來的 頻率太多 會出去太多 當然有異常 當然請他喝咖啡 你開始喝咖啡沒有 偶爾啦 偶爾 已經開始喝了 表示說 表示說 目前的情況還好 楊總裁 你請人家喝咖啡那是苦咖啡喔 不是黑咖啡喔 還這麼苦喔 大家 趕快 總裁幫你關切 有嗎 沒有 市場 那個 看不見的時候 比你還大 到現在為止 9月份 外資進會出的 一兆兩千億 每個月 如果說一兆兩千億 基本上呢 我總覺得 我總覺得 這個金額呢 我專業銀行 都可以應付的 請問你動用多少 穩定會市 近賣出 82 82億 對 你用82億人穩定 其實你已經 內外會管制 你同意嗎 管理的話 就是進出還是自由 只是說 你要小心 外外管制 這個四個字喔 全世界 尤其國家外外管制 你告訴我 呃 我 北韓有啦 很少數的共產國家才有啦 我 民主國家都沒有啦 請問你 那我們的作用 他外會一直會出去 所以 我要歸納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 美國一直生息 那是 第二個 美中持續交惡 台灣緊張 因為 有戰爭的風險 這兩個同意嗎 我剛剛 據我的觀察 主要的還是 美國的生息 那美國生息算是 灰犀牛還是黑天鵝 我想呢 他不是黑天鵝 因為這個是可以 可以想像得到的 所以是灰犀牛 應該算啦 灰犀牛比較大字 很可怕喔 對不對 全球股市 也因為這樣 大家 跌跌不休 台灣的跌幅 全世界 第二名 請出於美國 你是誰 不過 事實上呢 我們的股市 在2021年 開始的時候 它是上漸 你不要再說過期啦 你說現在啦 你過期 那當然 不過呢 我們就說 因為它漲得很高 所以它的correction 是正常的 好 補犯不停 當年勇啦 因為我們 台灣的經濟 基本面好 所以呢 前幾年呢 我們是 而且不應該跌這麼多 景氣已經變 灰燈燈了 我們如果說來看看 那個什麼 那斯達克 那斯達克到 如果說我們從 2020年來 計算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它還是 漲最高的 欸 你不要笑大哥啦 美國 那斯達克跌24% 台灣跌22% 它是今年啊 欸 那我就說 它說因為它是 那你比較 那你比較十年前啊 這是一個correction 那你比較十年前就好了啊 欸 那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子每天可以到平安局啊 所以我們呢 不能就說 只看今年的蝶 今年的蝶是correction correction喔 correction是一種修正 正常的修正 欸對 因為齁 那請問你 台灣股市進入熊市沒有 呃 我不是股市專家啦 我不是股市專家啦 我不是股市專家 全世界有定義 但是我這個我 股市只要跌幅超過20% 就是 Bear Market 就是熊市 台灣已經跌了20% 美國NASDAQ跌24% 大家全世界都公認 美國進入熊市了 所以台灣 按照這個定義 也進入熊市了 很多天 各種都市民 我們來看看